某些人自称为基督教的人 他们信基督教 自称为信基督教的 他们有一个特征 就如同蒙手绢 蒙手帕 他们没有历史背景文化导致的偏差 所谓的蒙头派或者小群 有一些人他们至今还是持守 天主教就更不用说了 在礼拜的时候 天主教的姐妹们进入礼拜堂的时候 一定要蒙帕子 或者戴帽子 更正教 我们新教里面也有一些宗派小群 或者是一些教派 他们也会蒙帕子 或者是戴帽子等等 当然他们是解释保罗 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所说的 那个女人应该蒙头 对不对 当然他如果按照字面去解释的话 他就是这种人 我们先要理解 他没有什么恶意 他们是就是想认真地遵守圣经 只不过是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 他们就把它当作真的是那么直接的命令 遵守 所以他们礼拜的时候也会蒙帕子 那至于蒙不蒙帕子 去严格来说 不至于造成什么异端和正统的区分 他们那种单纯的心 他们认为这个经文就是讲要实际蒙帕子 所以他们礼拜的时候蒙帕子 是认真遵守圣经的人 相信圣经是权威 无物的 所以他们才按字句去遵守 只不过是解释上可能有问题 比如说保罗 真的是让我们要蒙帕子吗 是吧 为什么让蒙帕子 他是不是跟当时的这个女人 在教会里面去教导别人 好像有点这个女强人的 像在教会里面指手画脚的那个不安静 总喜欢说话耍尖等等 这种情况 所以保罗说 你们别忘了 你们头上有扶全饼的记号 实际上帕子是指长头发 对不对 你们不是以为男人如果留长头发 便是羞辱吗 女人留短发便是羞辱吗 长发是荣耀 以为那是扶全饼的记号 保罗就寓意的说到 头发是他们一个盖头一样 让他们提醒他们 时常要在组织里和家庭里 遵守那个秩序 不是男尊女卑那个概念 在神设定的秩序当中 在教导或者说家庭当中 女人有她的那个尊荣的 荣耀的位置 所以他提醒他们 别忘了那个帕子 实际上讲来讲去 不是指真的盖布 是头发 对不对 提醒女人 上帝在她的创造设计里面 姐妹们有她的那个位置 这个不是说智商 管理能力的问题 智商的问题 是上帝设定了这个秩序 在教会里面 要遵守某种秩序 所以用帕子 作为一种所谓的 扶权柄的记号 当然一涉及到记号 那大家就更明白了 既然是记号 重点不是记号本身 重点是 我要知道这个秩序 守住这个秩序 你带着帕子 你带一百个帕子 你啪啪啪啪的 不遵守那句话的真正教导 你带那个帕子 不假冒伪善了吗 重点是提醒我们 那个要遵守那个秩序 对不对 记号嘛 提醒我们 就像我们戴戒指似的 弟兄们戴戒指 这个不是有钱没有钱 有没有钱的问题 它是个记号 我已经结婚了 我已经成为这个 不自由的人了 我有丈夫 我有妻子 那你戴着结婚戒指 还出去这个朝三暮四的话 这个戒指就没有 实际意义了 对不对 甚至有的人做坏事之前 把戒指摘下来等等 所以什么意思呢 它是个记号 提醒我 我是结婚的人 我要在某些方面 要守规矩忠于谁 然后也提醒别人 这个男人已经结婚了 所以就整理自己的感情和想法 别那个去做一些 违背法律伦理的信仰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个记号嘛 那你说我有了戒指 就能保长天长地久 海枯石烂嘛 不是的 对不对 关键是 它是个记号 实质上我们守不守约 守不守中心 那是我们自己实际的问题啊 帕子代不代不重要 重要的是 那个当时保罗说 那个帕子的核心是 盖头 头发 长发 顺从的记号 那当然你要按文化背景来解释 当时格林多教会有妙记啊 不是教会里有妙记 是格林多城里面有大的那个庙 庙里面有妙记 是非常著名的 因为他们当时那个希腊文化 什么偶像崇拜很猖獗 那如果是一个女人 可能是披头 这个不带盖头 可能别人就以为 她是这个妙记啊 她不是那个正常的 像已婚的女子 或者未婚的 所以别人以为她是这个妙记呢 可能就会主动去找她 跟她谈价钱了 而且姐妹在教会里面 在那种淫乱的这个文化背景里面 礼拜的姐妹 如果是像妙记里面的这些妓女们 女祭司们 像裸露着不带头发 这个不带不盖头的话 可能就让这些弟兄们 还信心不怎么好的人 就落入试探里面啊 所以盖上头发 一方面提醒我们这个秩序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面 有些东西是这个地区性的 或者是比如说处理这个吃勒死的牲畜 既有像的物 这个不是鼓励拜偶像 等等 那这个为什么讲那个呢 难道只外邦基督徒守住这四点就好了吗 其实有比这四点更邪恶的东西 对不对 里面没有禁止我们犯不犯奸淫的问题 既有像的物 勒死的牲畜 血 奸淫 那我再换另一个 除此之外还有杀人 对不对 那你说外邦基督徒加入基督教了 就守住这四条 就是上帝就满意了吗 肯定不是 实际延伸出来的无数的那个伦理 道德上的教导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教导 是降低缓冲 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张力 罗马书十四章里面 有人吃蔬菜 有人吃肉 吃蔬菜的人就论断吃肉的人 吃肉的人就觉得 吃蔬菜的人信心不好 福音理解的不够整全 所以觉得这是牧会性的智慧 它不是普世的 至今仍然要持守的通则 是为了考虑犹太人 基督徒 虽然他们曾经是犹太教徒 但是今天加入基督教 仍然有一些良心上根深蒂固的观念 如何让这两群人在教会里面 不至于因这些次要的问题造成张力 所以一种妥协的和睦的处理方法 这样的话 犹太基督徒 OK 这个我们可以接受 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说 这个旧有象的物 奸淫 什么血 这几个都是非常敏感的内容 所以别触及敏感的内容 大家都可以在主里面和平相处 当然有一天他们明白了福音的精髓的时候 恐怕这些皮毛的不是问题的问题 可能也就不是问题了 好 好 感谢观看